狗圈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1年驻动会设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们讲教材的例15-12 但是我把这一块内容稍微给大家做了一个修改 哪修改了 我后边详细的跟你说 他说企业拥有一个销售门店 那门店里边可能就有资产 可能就有负债 那么而且有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 我们是不是貌似把它说成是处置组 可能更合适 对吧 往下看 2017年6月15日 该门店的部分科目余额表如表15-1所示 当日企业A与企业B签订转账协议 将该门店整体转账 转账初步定价是我们所说的190万 他说转账协议同时约定 对于门店2017年6月10日购买的一项 作为 我们叫的还是作为宗谷 其实作为宗谷不合适 因为作为宗谷 等你终止确认的时候 你还给我用资产处置随意 就不合适了 所以在这儿我把它改成了宗战 也就是其他债权投资 核算的债权投资 其转让价格以转让完成当日的市场包价为准 我为啥说卖呀 这不等于是您在处置组当中 如果持有我们所说的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 不是适用于其他会计准则吗 那么现在这儿所说的其他债权投资 是不是恰恰属于一到六项对应的非流动资产呀 它适用于其他的会计准则 什么会计准则 准确的说对于这一项资产适用22号准则 也就是我们第13章讲的那种 往下看 假设该门店满足化分为 持有代表类别的条件 但是不符合终止经营的定义 啥意思 我后面给你解释 2017年6月15日 门店部分科目约表 给了一张表 表15-1 那我要看看你这处置组里边 是不是含有流动资产 要是含有 是不是也适用于其他的会计准则 对 我还要看看你这处置组当中 是不是含有所有的负债 包括流动负债 包括非流动负债 也是用于其他的规定 剩下来的那一部分 才属于一到六项以外的非流动资产 才按我们42号准则的规矩来处理 是这样的意思吧 那么咱们接着读题 表15-1是2017年6月15日 门店部分科目余额表 这是不是考虑持有代售会计处理前 他的科目额表 您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这像库存现金啊 应收账款 包括队营的换账准备 库存商品 包括队营的存货跌价准备 这些是不是属于我们所说的第一类流动资产 没错 他要适用于其他的会计准备 比如说存货 适用存货的会计准备 然后库存现金 该怎么合算怎么合算 然后还有占有我们所说的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 就一项其他债权投资 对不对 对 我还得看看你有没有所有的负债 我为啥把这仨特意提出来说 因为这仨适用的是其他相关会计准则 是你按照其他会计准则 把这三部分账面价值敲定之后 我整体算出账面价值 我整体算出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进格 我才能整体去PK 提不提减值 是整个意思吧 是 那么除了这仨 你看看他还有什么 这一块固定资产也好 累计得救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是不是相当于是第一项固定资产呀 第二项这一块是无形资产 还有一个是什么 商业 那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 也就是一到六项以外的非流动资产 只有三项 这么说您福气吧 第一项是我们所说的炮灰商誉 第二项是固定资产 第三项是无形资产 他并没有什么以成本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也没有在建工程也没有什么开发支出 就这三项 将来您计题的总检值 商誉权额背负之后 只能分给固定资产 只能分给无形资产 绝不能往其他的上面去分 只不过我们教材 对于这一块内容 除了其他债权投资 他核算了 剩下的他都假设没有变 既没有提坏账准备 也没有提从货账准备 你就不用理他了 就是他要提 你就让他提 提完了 把前三项确认好了账面价值 加上固定资产 商誉 无形资产 总的账面价值 跟总的供应价值 减出售费用后的性格去PK 算总减值 一样的 就是这个意思 咱们接着往下看 这2017年6月15日 固定资产还应当 计题折旧5000 无形资产还应当 计题贪销1000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均用于管理用途 你该提的折旧 该进行的贪销 你就正常的借管理费 带累计折旧5000 带累计贪销1000 是不是等于是6000 对 这6000 你是在还原来的债 您告诉我的 在踏上贼船那一刻之前 要划分钱 你要把你的身价是多少 给我算清楚 这不就是在算身价吗 因为我还没有踏上贼船 我当然可以叫累计折旧 当然可以叫累计弹销 没问题吧 咱们先接着往下看 然后他告诉你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降至102万 咱必须搞清楚一件事 固定资产的原值是110 累计折旧 累计折旧三万 简直准备一万五 再加上我这又一次计题的累计折旧是5000 您能不能给我算出总的或者说新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105 总的账面价值或新的账面价值105 而可收回金额102 不就等于是我要再次计题三万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吗 我写这个分路该啥用的 我就是为了把我的到底价值几何的身价算清楚 我将来会把这个算清楚之后的账面价值带上贼船 是这个意思 那么固定资产这块就完了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2017年6月15日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降至36万 您当时前边给我的表 其他债权投资是38 要降到36呢 不就降了两万吗 降了两万 对于我来说是带债权投资里边所谓的其他债权投资 两万 借什么 其他综合收益两万 您不要胆战心惊的 这笔分路是上贼船之前做的 您就完完整整按第十三章的规矩来做就行了 您现在是把您上贼船的账面价值搞清楚 之后才能上贼船 您现在都是在做首次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钱的账务处理 你的目的是搞清楚你的什么账面价值 还有别的吗 接着往后看 2017年6月15日 该门店的公允价值是190万 就因为公允价值190万 所以我这商定的初步价格也是190万 然后他告诉你企业预计被转让门店 还需支付律师和铸头会计师专业咨询费用共计7万 这7万不就是出售费用吗 那就是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 作为什么可收费金额呀 那就是190减7等于什么 183 别着急 这个数字咱先算到这儿 他说假设企业不存在其他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不考虑税收的什么影响 这是他告诉你的对不对 2017年6月15日所有的内容 也就是说我的身家是多少 我都已经想清楚了 那么经过上述调整之后 你是不是买一项的账面价值都清楚了 对 先说你流动资产这一块 你流动资产这一块 根本啥都没变 你的库存现金来自于科目余额表是31万 你的应收账款是原值27减去换账准备1万 你要忘了我给您展示一下 这不27减1万 你库存商品30万减10万 啥都没动 如果你该计题存货结账准备 你该计题换账准备 也像这个样子都给他正常的提了 听懂了吗 但是我们这道题 啥都没动 流动资产我就放在这了 那么第二项不是说所有的负债吗 对于负债这块内容 我没有任何需要调整的什么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预计负债 我就把负债给他放在这 那如果你的负债里边要有应付债券呢 您该确认利息费用的您正常给我确认 我这么说您听懂了吗 这是第二项 第三项是不是咱们所说的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 不就是其他债权投资吗 咱们已经按照他22号准则的核算规矩 我这不已经处理了吗 处理之后我的账面价值就从38万变成了什么 36万我这么说没问题吧 而剩下的不就是咱们所说的第七项 换句话说是一到六项以外的非流动资产吗 那么一到六项以外的非流动资产 是恰恰是我们要研究的重点 对不对 您的固定资产到底是多少 咱从根上一点点给你算一下 您是不是最初的固定资产原值是110 对 您是不是减去三万的折旧 对 您是不是减去一万五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对 您是不是还要再减去您补提的折旧5000 对 您是不是还要再减去您补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三万 对 把你所有的都该加加该减减 你最后算完的金额是102万 正好跟你可收回金额是相当的 它巧合了 也是必然的 是102万 其实就是从原值把所有的折旧 所有减值都减去 一定能算出这102万 然后无形资产咱也从源头上开始算 无形资产是不是用95万减去累计摊销一万四 减去无形资产减值准备5000 对 您这不还进行了累计摊销一千 把这一千也减掉 您就能算出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93万 没问题吧 商誉我啥都没动呀 您前面有一个商誉是多 上来这20万 我在这还是把这商誉20万给他抄过来 金额我已经有了 但是您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 2017年6月15日 你是不是要有个重大的工作要做 改名 所以你没发现吗 他已经很着急的在2017年6月15日 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这张表的前边 资产的这张表的前边 灌了一个名称叫持有代售资产 他在负债的前边灌了一个名叫持有代售负债 我不是说了这个门店是储置组吗 对 那么将来要问你这个储置组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你把所有的资产加在一起 减去把所有的负债加在一起 换个词 换个高单上的词 就是持有代售资产小计 换持有代售负债小计 得到的就是储置组的账面价值216吧 听明白了吗 好 有了储置组的账面价值 接下来不就可以跟公允价值 换储置费费的金额去比了吗 就是拿这216跟谁去比 跟这儿所说的183去比 就这个意思 好 我们接着往下先看 先改名 改名呢 你听好了 基本上是对着改 但是你要想清楚 如果你的储置组里边含有流动资产 你要把他的科目给我一个个单独体现出来 如果你储置组当中含有负债 你储置组当中含有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 也就是适应于其他准则的这些内容 他的科目一定给我单独体现 而剩下的也就是一到六项以外的 对于我们这道题不就是一个固定资产 一个无形资产 一个商区吗 我们不用再单独体现 好 那么我们可以改名了吧 可以 改名的是怎么改呢 看着一项一项改 首先对于我们来说 贷库存现金三十一万 因为你是整体打包卖出去的 你这库存现金虽然适用于其他会计准则 但是我经常所说 前三大类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你也要给我灌一个一级科目 持有代售资产 横杠库存现金三十一万 有人说你不是算其他准则核算吗 是这个意思 你听好了 比如说 我的宗债的公允价值变动 如果平时是不是借其他债权投资 比如说一万 代方 其他综合收益一万 对不对 对 那如果我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的时候 我将来也要核算的一万的公允价值波动 只不过我改了一个名叫持有代售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一万 但其他综合收益一万 也就是说你正常的核算写哪些分路 写哪些我们所说的账户处理 我这边也写哪些 只不过我前边改了个名叫持有代售资产 只是名称有所不同 但是你做多少个分路 我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后 我也做多少个分路 是这个意思 那么库存现金解决了吧 再往下 应收账款 这不是有一个二百七吗 那么这边就一个借持有代售资产 应收账款二百七 然后您不还有个坏账准备吗 坏账准备减少机械房 借坏账准备一万 这边就会有一个是什么 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坏账准备一万 你发现了吗 他就是改了个名 但是你该提坏账准备 你还得继续往下提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而且你没发现吗 因为这三项是我们所说的第一类 流动资产 所以他的每一个科目都是对着改 你不要把应收账款跟坏账准备 给我做出差额之后再去改名 流动资产一定是每一项对着改 接着往下说 库存商品也一样 你这有个贷库存商品 三十万 这边有个借持有代售资产 库存商品三十万 同理你不还有个存货跌价准备吗 你的存货跌价准备 也一定给我单独体现 存货跌价准备多少 十万 这边会有个贷持有代售资产 存货跌价准备十万 流动资产这三项就改完了 然后不该第二个内容 也就是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吗 在我们这道题 只有一个其他债权投资三十六万 这一边也改名叫持有代售资产 横杠其他债权投资三十六万 第二类就改完了 还有所有的负债吗 所有的负债其实是另外一项 就是所有的负债 负债要改名了 负债不就减少吗 把这三项负债减少 代方增加一个持有代售负债 您可以分别写成明细 连金额都不太差 你看前三类一定要一个一个对着改 那有人说剩下不就剩第四类了 您说对了 第四类不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到六项以外的 非流动资产了吗 他改名的时候记住了 我将来转到持有代售资产里边的 我绝不是什么账面约 是账面约 坏账准备是坏账准备 简直是简直不是 将来我在这只体现账面价值 我说的够清楚吗 我只体现账面价值 你比如说固定资产 带固定资产原值一百亿 把这个累计折旧 包括你补提的五千销掉 把固定资产简直准备四百五销掉 最后得到的账面价值是一百零二 但只写一个固定资产 明细科目也就是持有代售资产 只写一百零二 你看要是流动资产 你消掉账面余额 这边马上对个账面余额 你这坏上准备 消掉这边马上对一个 持有代售资产简直准备 坏上准备 但如果属于我一到六项以外的 非流动资产 我只是以账面价值体现在 持有代售资产里边 别说了 同理 无形资产也一样 带无形资产原值九十五 借累计弹销 包括补提的一千的弹销一万五 借无形资产简直准备五千 差额不就是账面价值九十三万 但直接借持有代售资产横杠 无形资产九十三万 商誉也一样 要有减值 用账面与我减去减值之后 签在持有代售资产横杠 商誉里边 但是现在贷方商誉二十万 没有减值 借方持有代售资产横杠 商誉二十万 所谓的话分为持有代售 类别时 就是把资产改名 然后把负债改名 没了 然后该说的说完了吧 说完了 那咱接着往下做 那我想问你一下 在整个这件事的过程中 是不是无形中 您化分为持有代售类别钱的 买一项该确认的账面价值都确认了 对 我们翻回头这张表 你该确认的账面价值都确认了 第一类流动资产确认了 第二类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确认了 第三类负债确认了 那我是不是在加上我所说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商誉 我总的账面价值就确认了 对 站在2017年6月15日的角度 你总的账面价值是不是持有代售资产的合计 减持有代售负债的合计得216万 这个数你承认吧 承认 那接下来我就是拿这个216万的账面价值 跟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和的净额去比 您在2017年6月15日 您告诉我公允价值19除售费用7万 算完的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和的净额不是183吗 对 账面价值216 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和的净额是183 那总的减值就是33 这总的减值33就意味着我将来一定要写一个借资产减值损失33万 但现在关键是贷方是什么 慢点 我这个贷方貌似是我已经改完名之后 已经叫了持有代售资产 已经叫了持有代售负债之后的第一次提减值吧 对 我当然可以踏踏实实的叫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了 那么咱们说过了 这33万只能分给谁 分给一到六项以外的 也就是第四类非流动资产 首先这里边不是有一个商誉二十万吗 对 这33万的减值我毫不犹豫的先让商誉全额背 但是商誉再背他只能背二十万的减值 我是不是还有13万的减值 无从下手 对 剩下的13万 跟前边的这些什么流动资产呀 负债呀 包括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有关系吗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剩下的13万 我只能让谁背 让固定资产背一部分 让无形资产背一部分 怎么背 我就是把这13万按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所占的比例去背 那好 他后边给了一个表格 也就是说 他让你看一下 我是如何具体减值的 以及我抵减减值损失后的账面价值 这是我踏上贼船的第一次提减值 您老人家总该重视一下吧 好 首先对于持有代受资产 第一类流动资产 他绝不承担相应的减值 因为我是按其他关系准则 该核算时的我核算 该补提减值 我补提减值 但是我确定完账面价值之后 我就不动了 第二项是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 对于我们来说 这有个其他债权投资 没问题吧 剩下第三项是所有的负债 这些都不是参与减值抵减的 那么参与点值抵减的 只有第四类一到六项以外的 非流动资产 掰着手指头再数一下 固定资产 再减工程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成本模式 计量投资 有方地产商与 不常见的就是这些吗 那好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是102 咱们已经算卷了 用原值减去减值减去减值准备 商育着自动就形成20万 对 我本来账面价值是20万 您现在让我承担了20万的减值 我抵减减值损失后的账面价值 是不是变成零了 对 另外还有13万没着落 你告诉我剩下的13万 分给固定资产一部分 分给无形资产一部分 按什么分 按他们俩各自账面价值的比例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此时此刻是102 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是93 那么将来分母就是102加93 我要分支102 这是固定资产要分摊的比例 等于用13万我减写 乘以固定资产分摊的比例 分给它的减值是6万8 分给无形资产的减值是102加93 分之93 乘以13万 分给无形资产的减值是6万2 这么说你服气吧 没问题啊 你既然提了减值 那么将来你计计减值后的账面价值 是不是用原账面价值102 减6万8得95200 你是不是用93 减去6万2得到86800 一共只有这三项提减值了 我都已经算好了 别的根本没有提减值 把这些账面价值照抄 如果你把所有的持有代售资产 合计算出来 你再把所有持有代售负债的合计算出来 这俩一做差 不就是你第一次计题减值后 你处置组的账面价值吗 发现了吗 是多少 183 而183不就是我们前面口口声声所说的 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什么 净额吗 这就是踏上贼船之后 第一次提减值 你生育20万的减值已经提了 固定资产有6万8 无形资产有6万2 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6万8 横杠无形资产6万2 写在这 借方资产减值损失 不就一共是33万吗 没了 到这为止 划分10 的账务处理 我才算全写完了 好嘞 那是不是从这一刻 你已经踏上这个贼船的夹杂了 你已经改完名了 是不是从这往后 你在贼船上很无聊的日子 叫划分后 对不对 对 那划分后 我唯一能打发时间消磨时光的 就是提减值 对不对 对 那要提减值 是不是要把所有流动资产的账面价值 固定 要把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 账面价值固定 要把所有负债的账面价值固定 还要加上一到六项之外的非流动资产 总的账面价值 跟总的公允价值 减出售费用的竞格 再去PK要 对 那咱接着往下看 这一回往前翻 咱有一段文字 还蛮有看 如果你要细心的话 其实在这段文字 它除了 你可以看一下 前边这些内容 我们都已经怎么了 用过了 2017年6月30 你是2017年6月15日踏上贼船的 到6月30 你是不是在贼船上已经逍遥半个月了 对 我还是要考虑提减值 还是转回减值 接着往下看 该门店尚未完成转让 企业A作为其他债券投资核算的债券投资市场价格报价上升37万 您不是在贼船上唯一的任务是提减值 对呀 但是您提减值第一你要敲定所有流动资产的账面价值 它是按别的准则核算的 你要敲定所有负债的账面价值 你要敲定一到六项非流动资产的账面价值之后 把你剩下的一到六项的以外的非流动资产的账面价值放进去 用总的账面价值 跟你2017年6月3日总的供应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去PK 算出总的该提多少减值 他说假设其他资产来了 你看他并不是不合算 他只是假设其他资产 这个其他资产既包括了我们所说的流动资产 对不对 对呀 还有负债的价值是不是包括所有的负债价值 对呀 没有变化 等于前两项的账面价值跟6月15号一样 而这儿有一个其他债权投资 你告诉我35 我只要把这一项的账面价值敲定了 不等于前三项账面价值都敲定了吗 对呀 然后再往下注 企业币在对门店进行检查 而是发现一些资产轻微破损 企业A同意修理 预计修理费为5000 这不叫出售费用吗 企业A还将律师和住宅怪师咨询费预计金额调整至什么 四万 当日门店处置组整体的供允价值变了 191万 那是不是公允价值减出售费后的金额是191万减四万五 能告诉我得多少吗 可以 那就是191万减四万五等于186.5 我再把这一项的账面价值敲定 再把我们一到六项以外的非流动资产的账面价值给它固定住 其他的不就没有了吗 他为什么说其他资产和负债没有变化 你虽然叫持有代数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你上了这一船 如果有其他的账务处理 你不还是处理吗 现在他说没有发生任何账务处理 只是供应价值是186.5 您的市场包价上升到37是从多少上升到37 您原来认为是36上升到37 是不是涨了我们所说的一万 对 那现在是我上了贼船的第二次了 我记得简直 是不是贼船上所有的资产都叫持有代数资产 贼船上所有的负债都叫持有代数负债 对不对 对 那咱接着往下看 2017年6月30 你的其他债权投资是不是属于我一直在说的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呀 对 你要按照22号的准则规矩核算 你要反映这一万的供应价值波动 只不过我不是借其他债权投资 你总得遵守一下贼船上的规矩吧 否则我凭什么说你身在曹营 心在汉阳 我就会借持有代数资产一万 代其他综合收益一万 因为他说其他的资产负债没有变化 那做完这一笔是不是就等于敲定出来2017年6月30所有的账面价值了 对 然后咱们往下看 站在2017年6月15日的时候 我买一项我们所说的账面价值 截止到存货之前是流动资产 你服气吧 然后其他债权投资是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 适用于别的准则 而所有的负债 所有的负债也是适用于别的准则 2017年6月15号我都敲定了 而我们所说的一到六项以外的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这可都是通过踏上贼船第一轮提检值之后的账面价值 有人说这咋没商誉呢 商誉不是全额背了检值吗 这是6月15日的检值 您现在告诉我其他的资产负债没有任何变化 唯一变化的不就是其他债权投资 多了一万变成37 那如果是这样 我把每一项的账面价值都给你写过来之后 我是不是就能算出一个截止到2017年6月30日为止 总的处置组的账面价值 可以啊 不就是从原来的183加上一万的公允价值变动变成184吗 你每次提检值是都要是这样把流动资产账面价值调定了 把所有负债账面价值调定 把一到六项的非利用资产账面价值调定 然后把一到六项以外的账面价值都写在这 这不就184吗 您跟我说了半天 不就是要拿这184跟谁去比 跟我们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什么金额去比吗 您不是告诉我2019年6月30日公允价值191了吗 您不是告诉我出售费用是4万加5000是4.5吗 191减去4.5是不是186.5 对慢点 我总的账面价值是184 而总的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是186.5 那不就是可收回金额高吗 您永远不要忘了 我曾经记提了33万的减值 商誉背了20万 而其他的资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背了13万 您现在发现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比账面价值高了多少 高了2.5 我是不是要转回2.5 对吧 那我是不是在这分析完了 我就应该把这2.5万的减值给它转回啊 其实我们教材在这洋洋沙沙写了很多 你先知道转回2.5万的减值 这2万5能转回商誉不能 商誉只要计提永远不能转回 我能转回的减值只能分给固定资产一部分 分给无形资产一部分 咱们看看2017年6月3世 你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952000 你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是86800 那么将来我就是用952000加上86800 分之952000乘以转回的2万5 得到固定资产该转回的金额是13077 然后我用952000加上86800 分之86800 乘以2万5 我得到该转回的无形资产的减值是11923 对不对 是不是这2万5没有超过我曾经记题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的减值13万呀 所以我它的实施可以转回 那么将来转完了之后 借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13077 无形资产11923 代资产减值损失2万5 不就没了吗 然后我如果非得把这个数据就要填在表格上 大家想一个道理 我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本来是952000 你要提了减值我账面价值会减小 我现在是减值的转回 我账面价值不就等于增加了一个13077变成965077吗 我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就等于增加了一个11923变成了879923吗 你其他的账面价值有变化 没有 你把买一项的账面价值加上这两项 转回减值后的账面价值都写在这 最后算出总的处置组的账面价值是1865000 换个词 186.5万换个词 不就正好等于你供允价值减出售费后的净额吗 只要是提减值了将来转回 我转回后的账面价值永远跟你供允价值减出售费后的净额是相等的 所以我在2017年6月3市我应当分别以持有代售资产 持有代售负债势多少 你把买一项资产的总金额加起来是2985000 那你劣势的金额就是这个 你把买一项负债的金额加起来是112万 劣势金额就是这个 那我要问你 储置组的账面价值不就是这俩相减得186.5万吗 车咕噜话来回的说你总得明白什么意思吧 好 那么到这为止 其实这道题我已经讲完了 但是我想给大家讲一下前面这点文字 就是在当日 这个当日就是2017年6月什么 3市 储置组的账面价值 本来在2017年6月15日的时候不是183万吗 你又加上了1万 您在这反映的公允价值的波动是184 而你公允价值兼储置费货的金额是186.5 高于账面价值 也就是你公允价值兼储受费货的金额后续有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在原意确认的持有代售资产减值损失范围内转回 本来我要转回了 但是已经抵减伤愈的账面价值20万是不能转回的 而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钱 以计题的资产减值准备也不得转回 所以我能转回的金额绝不是最初最初的33万 因为商誉的20万不允许转回 将来你能转回的金额最多最多是13万 我给你解释这段文字只想告诉你这个结论 那么将来根据上述分析 解A可以转回的持有代售资产的减值损失 我们教材非得用公允价值减处置费货的金额 把这1万公允价值波动减去 然后呢 它的账面价值也按183万 你不用这么写 我就是用184万减去186.5 我就能算出我该转回的减值是25000 没了 所以教材把这块内容写复杂了 听懂了吗 就是算出总的账面价值 跟总的公允价值减出售费货的金额去PK 如果是公允价值减出售费货的金额大 这就是我要转回的 但最多最多只能转回13万 那我问你 我这次转回多少 这次转回25000 也就是说 我以后最多最多还只能转回了10.5万的 减值就不能再转了 这块内容 我想到这儿为止 我就给大家说清楚了 那么这块内容 也就是教材的这道例题 例十二的这道题 我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 后边我们教材会有一个终止确认 那是到期了 我真正出售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到时再说 好了 那么这道题我就讲完了 然后我们看例15-13 TF你将拥有的核电站转让给企业H 双方已签订了转让协议 由于核电站主体设备核反应推将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慢点 他在说啥 弃之费用呗 预计负债呗 那么弃之费用预计负债 当时咱们做分路的时事借固定资产 带什么 预计负债 对不对 对 那么是不是我是以限职入账的 对 那么他说在核电站最初建完之后 并交付使用时 减F考虑的设备使用期满后 将其拆除 并整治污染的气质费用 确认了38.55万元的预计负债 并按照每年10%的实际利率 对该气质费用逐期确认利息什么费用 您就正常的确认就行了 有人说他在跟我说什么 我就没懂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就是在我们这道题里边 你的负债里边 是不是有一项预计负债呀 对 假如说 你打包卖出去的这个处置组里边 这个预计负债里边恰恰有气质费用 那么将来您在进行正常核算的时候 您不是告诉我 所有的流动资产正常核算吗 对 您不是告诉我所有的负债正常核算 包括里息费用吗 还告诉我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也正常核算 假如说 我说的够清楚吧 假如说您打包的处置组里边还有气质费用 您除了做这笔分路 您还应该做一笔分路是什么 本来应该是借财务费用 您是不是本来应该是带预计负债 比如说用预计负债的钉字上的余额 也就是期初的台语成本乘实际利率 你也要给我做这个 哪怕你已经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了 只不过前面写个持有代售什么 负债 很干 就这意思 就是你的流动资产 你的负债 你的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 该核算什么核算什么 只不过资产前面多一个明细 持有代售资产 负债前面多一个明细 持有代售负债 没了 你也要做这笔分路 比如说是100万乘以10%得10万 如果做完这笔分路了 你往表上过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 你预计负债的 其实就应该加上一个10万 到时你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就变成35万 你算总的处置组的账面价值 就等于是持有代售资产 减去所有持有代售负债 持有代售负债里边的预计负债 这就是35万 就这个意思 别的没什么特别的 明白宏观的概念 大家会发现 我今天讲课 我尽量的不是直接扎在题里边跟你讲 我给你领主一条线 把你的思维拔到一定高度才去讲 我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这是例15-13 括号4 不再继续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几两 不再继续划分 我明明是九个月之后 我把这固定资产就怎么了 我把这固定资产就等于转让给您了 可是就在第八个月的时候 我知道您破产了 您绝不可能再买我这个资产了 我不再符合持有代售类别划分条件 从而我不再继续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 按照假定不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情况下 本应确认的折旧 贪消 减值等进行调整后的金额 还有一个可收费金额 我是按照两者赎低来计量 由此产生的差额 记住当机随意 我可以通过资产减值损失科目来进行处理 那么这样处理的结果有什么好处 就是原来划分为持有代售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在重新分类后的账面价值 与其从未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情况下的账面价值 怎么着相一致 这到底是啥意思 我先给你画个图 我解释完了 你能听懂就可以 比如说 我还以 这个持有代售 说他是上贼船为例 您是不是在划分前一项重要的工作 搞清楚您到底有多少身价 是这个意思吧 是 比如说该提的折旧你给我提了 该提的简值你给我提了 所有的该提的都提了 那么是不是你是带着我们补提完折旧 补提完减值 补提完摊销之后的账面价值 踏上贼船甲板的 对不对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是固定资产 带固定资产 我随便举个数 一百 那么借累积折旧 比如说二十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十 你是不是倒挤出了一个 在你踏上贼船那一刻 借持有代售资产横杠固定资产 一百减二十减十 是不是得七十 对 您踏上贼船那一刻的账面价值是七十 我问你一句话 你原来如果按持有代售的规矩进行账务处理 是不是在你上了贼船之后 我们统一把它叫做划分后 对不对 对 那么这个划分后 在你上贼船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提折旧 不提了 还贪消吗 不贪了 我完完整整的 我只反应具体减值减值转回 反正在这一船的日子很无聊 如果我能正确的行驶到对岸 我终止确认的时候 我是不是持有代售资产 持有代售负债 我该正常销的 我就销了 该收到钱 我都收到了 然后我将来补一个差额和充一个差额就可以了 对 那么是不是你买一个时刻 比如说我要问你截止到这 你的持有代售 假如说就是一项资产 你的持有代售资产价值几何 你能快速的跟我说出来 肯定能呀 比如说我持有代售资产 假如说给个词95万 能听懂吗 另外我可能还记得了持有代售资产的减值准备 比如说五万 好 但我告诉你 您这个贼船并没有能行驶到终点 就是在还没有行驶到终点之前 你知道对方也就是打算买你这资产的一方 他破产了 他清算了 他不再买了 您能行驶到终点 不能了 假如说就是行驶到这一刻 他就不能了 那我是不是得改名啊 对 那我要改名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等于是贼船漏了 把我掉水里边了 我还能叫持有代售资产 不能 那你是不是就应该把你的持有代售资产 比如说95给它消掉呀 您是不是就把您持有代售资产 记忆的减值准备给它消掉 对不对 对呀 我没有持有代售资产了 那这一回你是不是要重新改名回固定资产呀 对 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这个改回来的固定资产到底我添多少金额 他是按照这两项资产的原则计量 这两项资产的原则计量 什么资产 低 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钱的账面价值 按照假定不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情况下 本应确认的折旧 贪消减值进行调整后的金额 您在踏乘贼船那一刻的账面价值是七十万 我这么说你服气吗 服气 从您踏乘贼船那一刻 您就再也没有提过折旧 再也没有提过贪消 对不对 对 假如说 我说的是假如说 假如说 从踏乘贼船那一刻 到您不再满足持有代售类别 这一段时间 如果没有持有代售类别 这回事 我该记提多少折旧 我该记提多少谈销 比如说 有人说我哪知道 原来作为固定资产 每年提多少折旧 你会不知道 每个月提多少折旧 你会不知道 肯定知道呀 比如说 我应该记提三万的折旧 假如说 那这三万的折旧 是不是我现在这只缺一个数值啊 我就知道这三万就行了 如果记提完折旧的账面价值 就变成了六十七万 我刚才差点写八十七万 是六十七万 对不对 对 还没有接触 我还要考虑 就在这个点 您从贼船上掉下的这个点 您的可收回金额是多少 比如说 您的就在掉下贼船这个点 可收回金额 假如说是六十六 我假如说不划分于吃肉代收类别 我账面价值六十七 可收回金额六十六 我当然以二者输地来计零 那我固定资产这就填六十六 您就会发现分路没平 这个差额 我们正常的倒挤在资产减值损失里边 就可以了 这段文字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我最后固定资产的金额 我反映的是什么 从未划分为吃肉代收类别情况下的账面价值 你看你如果从其实压根没有吃肉代收这件事 你是不是也应该提这三万的得救呀 你是不是也应该提这一万的减值 对呀 跟你的金额是一样 这块文字我今天稍微说了一下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括号五终止确认 要不你中途下传了 这叫不再继续化分为赤肉代收类别 要不然你传形式到终点终止确认 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边给我混淆了 如果持有代收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在终止确认时 应该将尚未确认的利得和损失 记住什么 当期随意 那么这有一段文字 就是按照19号准则的规定 企业在处置持有代收的境外经营时 要把外比报本的折算差额转到当期随意 如果是部分处置按处置比例转当期随意 先不用理他 后边我们外比折算那一章第二十二章 我还会讲到这个内容 这就说到这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例十五杠十四 他说成例十五杠十和例十五杠十一 也就是你还记得不记得 我们专为转售而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是不是在取得日就化分为了赤肉代收类别 就是那道题 他说2017年6月25日 公司L为转让公司N的股权支付率失费五万 本来呀 我正常应该做分路是这样的 借银行做万我收到多少钱 我用收到钱减去五万 代方持有代售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然后我倒计投资收益 但是尴尬了 怎么尴尬了 我是先发生这些费用 我可能后转让 那既然是这样 反正我就知道你花的钱最终会导致你投资收益减少 那么将来我发生这五万 我索性就做一个贷银行存款五万 我直接先充减你投资收益五万就可以了 然后6月29日 公司L完成对公司N的股权转让 收到价款1607 借银行存款1607 是不是在第一种情况下 你回去翻一翻 我不往前翻了 你曾经提了一万的减值 代持有代售资产 1600 借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一万 跟着减少 等于我消掉了持有代售资产的账点价值 倒计差额 这是代方表示赚了八万 而如果在情形二也支付这出售费用 借投资收益五万 但银行存款五万 因为情形二没有具体减值 所以我借银行存款1607 代方我直接把持有代售资产1588消掉 到底投资收益是多少 19万 是不是买一次 我的这个出售费用也好 我的这个买卖价差是利得损失也好 都挤投资收益 不对 这道题只涉及到长期股权投资 所以它的差额才挤投资收益 而我们前面利15-12那销售门店 那是一个处置组 即使里边含着这样的东西 它也不挤投资收益 它统一记住了资产处置损益 所以这道题我就给大家讲到这 那下边我们看利15-15 它接的是利15-12 也就是转让门市的这个例题 您记住了 我前边说转让门市 是不是里边既有资产也有负债 它是一个处置组 如果像我们前边 你单纯的设计长期股权投资 你的出售费用是技术投资收益 你买卖价差也是技术投资收益 而现在我处置组 我不用再区分 我就笼统的用的一个科目 叫资产处置什么 随意 好 我先说到这儿 咱们读题 2017年9月19日 该门店完成转让 企业A以银行冲款 分别支付维修费5000和律师 住的官司专业咨询费37000 这俩貌似都应该叫出售费用吧 对 如果模仿前面这条题 是不是前面这条题充投资收益 我说过了 你这是处置组 笼统的记住资产处置随益 你只能充填资产处置随益 所以这就会有个借资产处置随益5000 借资产处置随益37000 加价420 贷方银行存款5000跟420 不用再说了吧 没问题 往下看 当日企业A作为其他债权投资 核算的债权投资的市场包价 37400 我不怕麻烦 我再给大家捋一下数 2017年6月15日的时候 您是从公允价值38万掉到了36万 等于下降了2万 您记得吗 然后到了2017年6月30 您又从36变成了37万 您等于涨了1万 您记得吗 而现在不等于是2017年9月19日 又变成了37.4吧 涨了0.4吧 那可能有人说 老师你马上应该把这4万的涨幅给他体现出来 不用了 为啥不用了 我终止确认了 那既然终止确认 您记得不记得 在2017年6月30的时候 当时他给的公允价是191万 而预计的出售费用是4.5万 你才能算出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金额186.5 记得这个数字吧 没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他转让价款是191.4万 他把涨幅那4000直接加在转让价款里边 你既然体现在转让价款里边 这4000我就不在额外做分路了 那我直接就做出售的分路 借银行存款191万4000 既然我收到钱了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所有的资产 所有的负债 我都应该给他灭掉呀 先灭资产可以吧 首先资产要减少计贷方 贷持有代售资产 库存现金31万从来没变过 实际上可能吧 但是他就这么说 你就这么理解就可以了 然后持有代售资产 横杠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27 把应收账款的账面余额销掉了 马上要销掉持有代售资产 简直准备里边的坏账准备一万 然后横杠库存商品30万 马上销掉横杠存货跌价准备10万 是不是这儿销掉的都是流动资产 对 是不是该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 对 这不有个横杠其他债权投资吗 你要想清楚 你是从最初的38万掉到2017年6月15日的36万 后来涨到37万 您告诉我今天的价格37.4 因为这0.4 我已经反映在转账价款 我就没再做分路 是不是他的金额应该反映的是2017年6月30的那个37万 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不是37.4 因为那4000你没有补差 你的账面就记载了37万 是不是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有了 对 那不咱还有一到六项以外的非流动资产有三项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商业 首先带持有代售资产横杠固定资产102万 这是你踏上贼船那一刻你带来的账面价值 固定资产少了 是不是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 这块减值跟着减少 您当时提减值时一共提33万 您直接给了商誉20万的减值 剩下13万 您分给固定资产6万8 分给无形资产6万2 这俩数字你出气吧 后来您不是转回2万5的减值 您分给固定资产13077 您分给无形资产11923 所以固定资产的减值还剩54923 无形资产的减值还剩50077 而商誉的减值20万根本就没动 你这一边把横杠无形资产93万消掉 横杠商誉20万消掉 是不是把所有的持有代售资产都消掉了 对还有持有代售资债 负债平时在贷方反向接转在借方 借持有代售资债 应付账款31万 横杠其他应付款56万 横杠预计负债25万 你可能会发现分路没平 差多少积多少 有可能在贷方表示赚钱 有可能在借方表示赔钱 我们在这就会有一个贷资产 储之随意49000 其实这49000里边就含着你其他债权投资上升的那个4000 有人说这4000是不是要单独体现为投资收益 不用 你又糊涂了 我是整个打包卖 我卖的是储之组 直接就给我倒几个资产储之随意49000 没了 结束了吗 没有 您忘了吗 您其他债权投资还有一个其他综合收益 它属于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 您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什么流动资产 所有的负债 一到六项的非流动资产 完全按其他的准则核算 那如果要按22号准则核算 您把这其他债权投资卖了 不也要把其他综合收益反向截转吗 对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 你从38万调到我们所说的36万 你做的是贷其他债权投资 借其他综合收益2万 如果画个钉字账 那就是借其他综合收益2万 然后你从36变成37是涨了1万 你做的是贷其他综合收益 借其他债权投资 那么所以你就会贷方1万 因为那0.4我没做 就这俩数 差额是借方的1万 相反的方向画文号 反向截转吗 那就会贷其他综合收益1万 借方还是计资产处置损益1万 这个资产处置损益是不是属于损益类科目呀 我也可以看看他一共有多少金额 这有一个借方5000 这有个借方37,000 你先给我记住啊 借方5000 借方37,000 这有个贷方的49,000 然后这有个借方的多少 1万 你借方加去5000加37,000 42,000加1万是52,000 贷方是49,000 差额是借方的3000 相反的方向画文号 所有的损益类科目反向截转 不都是记住本年利润吗 没了 你看这道题 不用给我区分是哪一类资产 它的买卖差额利润和损失 统一用资产处置什么 损益就可以了 到这为止 这道例题我就跟你讲完了 那么下边我们还有一个标题三 持有代受类别的什么 猎豹 你有没有发现它大概就这么四句话 第一节就完了 所以标题三不是重点 我们真正的重点是在标题一 持有代受类别的分类 标题二 持有代受类别的企量 真正的标题三就四句话 慢慢说 第一持有代受资产和持有代受负债 分别列是为资产项目和负债项目 不能相互抵修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持有代受资产 如果你已经记提了持有代受资产 减值准备的 要扣除减值准备 跟持有代受负债 分别作为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劣势 为啥 一年内转让完成 第三 对于当期首次满足持有代受类别 划分条件的非流动资产 或者划分为持有代受类别的 处置组当中的资产和负债 不应当调整 合比会计期间的资产负债表 其不对其符合持有代受类别 划分条件 前各个会计期间的资产负债表的项目 进行分类调整 或者重新列爆 我只是需要在付诸中披露 比如说 我处置组当中有一项应收账款 比如说十万 我2019年从来没打算 把这个处置组给卖了 那么他将来填报表时 就填应收账款十万 但是我2020年打算把这处置组给卖了 这十万将来填报表 肯定就反映在持有代受资产里边了 你看 同样是这十万和一天不同的金额 我不用把去年的应收账款给它改名 标题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标题四 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满足持有代受类别划分条件的应当作为日后的非调整事项进行会计处理 并在辅助中披露相关信息 啥意思 比如说我编的是2020年的报表 假如说啊 2020年报表 我里边有一个应收账款十万 但是呢 我可能还有其他的 我比如说就像卖门石店的样 我卖的是一个处置组 到了2021年 比如说3月31日 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的时候 我满足了持有代受类别条件 那我用不用把这里边处置组 这里边的应收账款 给它改名持有代受资产 再把2020年的报表给它编一下 不用 我作为非调整事项处理 非调整事项 既不追求调账 也不追求调表 我只是在复诸中进行什么 披露 讲到这 第一节 持有代受 我就给大家说完了 大家如果细心一点 我今年尽量的给大家举些分路 举些例子 能让你把这个很晦涩的立体 给你搞清楚 从线路上 也就是从框架线路上 给大家有一个 先画这个道 然后我再让你帮你 篇这个数据 可能要更清楚一点 所以第一节 我也是使了洪荒之力 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